很多人不喜欢下厨 是觉得要做饭 要做好几道菜 真的是太麻烦了 那今天呢 我就要来示范 我们怎么样在一道菜里面 吃到所有的营养 我要为大家示范一个 美人汤 也是懒人汤 做法非常非常简单 材料有哪些呢 哇大家说还可以吃鸡腿 对其实只要分量对了 什么都可以吃 那今天的这个鸡腿呢 大概是85克 一个人吃大概是两份的 动物性的蛋白质 这个艺人呢有40克 艺人的好处呢 当然第一个就是 沥湿去水 所以可以消除水肿 另外它可以美白 还有它降血脂的功效 非常的好 所以呢越吃可以越瘦哦 所以40克的艺人 大概是两份的主食 再加上山药 也是非常好的 对男性或的女性 它可以滋阴润肺 然后其实对我们的脾胃也非常的好 它还有黏蛋白 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这也是一份的主食 100克 接下来就是女性也非常喜欢的 青木瓜 青木瓜呢 大家都知道 它跟鸡腿或者跟排骨一起炖 有丰胸的效果 其实呢它也可以让我们的胃非常的舒服 也有帮助消化的效果 所以我们把它切滚刀块 然后呢山药也是把它切块就可以了 你高兴切什么样子就切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不讲究刀工 也不讲究火候 所以做起来非常的方便 你会觉得我的艺人好像跟你的不一样 的确我这个叫超艺人 又比一般的艺人更好 因为我们讲究吃全食物 所以它是没有精致过的艺人 去湿 沥水 还有这个排除降血脂的这种功效都更好 另外呢 还有我们一般女性还有上班族 最喜欢的一个就是白木耳 也叫银耳 中医说它是脂婴润肺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多糖体 现在被认为抗癌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非常好 那做起来更简单 我们把鸡腿放进去 然后把这些山药青木瓜 青木瓜是蔬菜 白木耳也是蔬菜 这个蔬菜呢 刚好是两份的量 所以今天呢 这一道营养搭配 所需要的营养素非常的均衡 有主食大概三份 也就是等于四分之三碗的饭 然后一块我们需要的动物性的蛋白质 再加上两份蔬菜 那水的量呢 其实就看你想要喝多少的汤而定 加一点盐 或者你可以炖好了再加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电锅 好 我们食材装好了 盖上盖子 然后在外锅放两杯水 然后呢 按下电锅开关 待会呢 就有好吃的青木瓜 一人鸡腿糖 打开来看看成果如何 哇 好香哦 所以下班回家 只要半个钟头 一锅少油 少盐 少糖 而且没有任何添加的 全熟料理就完成了 非常好吃 而且不准温暖你的胃 也温暖你的心哦 好香喔